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如果说走路快的人可能更长寿,你会相信吗? 人的一生几乎每天都在走路,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把走路称为最好的长寿运动,坚持走路能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要说走路的速度能看出寿命的长短,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但是,这个结论其实还真的有科学家深刻地研究过。 一,为什么上了年纪后走得越来越慢?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走得越来越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其实,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肌肉流失。 有调查发现,大约在30岁的时候,肌肉就会以0.5%到1%左右的速度开始流失,所以年龄越大,肌肉的含量就越低。 到了老年阶段,还会出现少肌症,导致走路变得缓慢。 二,所面临的疾病越来越多。 到了一定年纪后,面临的疾病也会越来越多,走路也会变得越来越慢。 比如关节炎,骨质疏松,动脉硬化,静脉血栓,静脉曲张等疾病也会出现走路变慢的情况。 二,走路越快越年轻,衰老慢16年。 科学家们认为,白细胞端粒长度是生物衰老的一个有力指标。 端粒是在每条染色蹄末端的帽子。 在大部分体细胞中,端粒的长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缩短,直到无法再变短,也就是所谓的复制性衰老。 北京时间2022年4月21日,一项最新研究在《自然子刊》通信生物学上发表,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对超过40万参与者的步行速度、遗传数据等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和步行慢速的人相比,快速和中等步行者的端粒长度更长。 更重要的是,通过双向梦德尔随机化分析发现,更快的步行速度可能和更长的端粒长度相关。 快速步行者和慢速步行者之间的端粒长度差距大约为16岁的生物年龄。 也就是说,走路速度越快越年轻,衰老的速度会慢16年。 其实,这并不是英国莱斯特大学针对走路速度和寿命的第一项研究。 早在2019年,他们就做了一个涉及74万人的观察性研究,表明走路速度快的人可能更长寿。 最多甚至比走路慢的人预期寿命长15年。 不过,本次研究首次在步行速度与生物年龄遗传标志物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 3. 走路快真的和寿命有关吗? 比起走路慢来说,走路快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走路快可能说明身体比走路慢的人好。 走路需要肌肉、骨骼和神经系统的密切配合,还需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参与。 如果走路的速度太慢,可能是因为身体系统受损。 如果走路的速度快,可能说明身体的各项功能比较健全。 2. 走路快更加符合有效运动的基本要求。 相对于低强度的慢速走来说,快速走的强度会更高,更符合有效运动的基本要求。 有利于帮助脂肪消耗,以及促进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降低患三高、肥胖等疾病的风险,所以更容易长寿。 不过,走得快不一定代表就会长寿,走路慢也不一定会短寿,毕竟寿命还受到遗传、饮食、生活方式、心理健康等多因素的影响。 4. 坚持快走有什么好处? 1. 释放压力 平时工作和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人坚持快步走,能够有效释放压力,还可以有效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帮助改善疲惫感,有助于更好的睡眠。 2. 调节血压血脂 长期坚持快步走,有助于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还可以有效提高血管弹性,帮助强身健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血管。 3. 稳定控制血压、血脂 3. 强化心肺功能 对于那些体能比较差,身材肥胖,以及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人而言,快步走同样能够有效强化心肺功能,并且能够强化体质,提高个人的运动能力。 而且,中老年人坚持快步走,还可以改善三高问题,帮助减少慢性疾病的出现风险。 4. 改善肠胃 如果平时有肠胃问题,比如有慢性肠胃炎,容易饥食,容易消化不良的问题,那么坚持快步走可以帮助提高肠胃的蠕动效率,还可以提升胃动力,帮助自己收获强健肠胃。 5. 激活腿部肌群 坚持快步走,能够帮助按摩足底的穴道,可以激活腿部肌群,有助于改善下肢发麻,腰酸背痛的问题,还可以有效提高双腿的灵活性。 5. 快走需达到什么标准 1. 标准 心率 心率对于判断运动强度是否合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能够通过目标心率以及自我感觉这两个方面进行判断。 年轻人心跳一般不超过130次每分钟,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超过120次每分钟,以每分钟120到140步左右,心跳120次左右为宜。 而从感觉上来看,在运动之后微微出汗,稍微有一些肌肉酸痛,但是休息之后便会逐渐恢复,第二天体力充沛,那么说明你的运动量是非常合适的。 2. 标准 时长 一次快走的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最好是保持在30到60分钟左右。若是快走时觉得呼吸比较急促,那么说明运动的强度已经达到了中度强度。 6. 走路有讲究,这样走路会更健康。 1. 注意部署 上述内容当中我们有提到过,每天行走一万步左右,能够更好地促进身体健康,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改善身体,也能够帮助呵护膝关节健康。 3. 但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情况,如果不管不顾,一直坚持不懈的运动,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容易损伤膝关节,这样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2. 注意姿势 在走路时,一定要保持抬头挺胸,两个眼睛平视前方,不要去做低头足。注意力不集中的话,不仅会对腰椎和颈椎带来损伤,也会容易有安全隐患。 3. 走路地点要选对 在走路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公园、体育场等,远离马路的位置,这样既干净又清净,如果在塑胶场地走就更好了。 5. 尽量不要去选择柏油路、水泥地等硬地面,也要避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台阶,因为这些路段在进行快走时,会容易使我们的膝关节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容易带来健康问题。 6. 有些人不适合健步快走 尽管快步走对人体健康有多方面的好处,但是有些人并不适合快步走。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辛玉福认为,以下两类人群并不适合快步走。 1. 有关节炎病史的人 患有关节炎病史的人群最好不要快走锻炼,因为快走锻炼属于较为剧烈的一种运动,容易扩张膝关节的毛细血管。 严重的甚至会因为毛细血管破裂而导致关节水肿。 2.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由于快走锻炼的过程中容易大量出汗,使血液中的一些水分被蒸发,血粘度就会增高,血液的流动速度变得缓慢,导致血液中的杂质依附在血管壁上,而引发脑部栓色或心脏栓色。 不行是生活中很常见的锻炼方式之一,而快步走更是对健康有很多的好处。 如果身体适合快步走,不妨在平时适当进行快步走锻炼。 结语 虽然走路快慢对身体健康是特别重要的,但其实如果想要走路快的话,也需要我们拥有强大的呼吸系统和运动系统。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保持在最佳状态,才能够更好地让我们走得更快,身体也会更加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